星星中的科學 好,謝謝 好,我們現在開始上第18章 就是Boss-Eyes跟Gaes Boss-Eyes跟Gaes 基本上它的概念就是 我們這一種的物質 這種的統計分布 它就是這種Boss-Eyes的設計 它是一部的一個樣子 那所以呢,在這樣的一個假設下 我們要討論它是遵守Boss-Eyes的設計 它是我們要討論的例子 就是所謂廢名詞 那所謂廢名詞就是 我自全為整數的例子 所以在這裡頭呢 我們首先要討論的就是他們的研究 就是光子 光子最有名的就是有關於黑人的研究 那種能量陸續破的一個東西 沒有 沒有啊 沒有嗎? 有沒有那麼黑人的研究 別撬破 應該也不是說撬破 它直接被埋在後面 那個輸入的邊埋不掉 不是從黑人的研究 對不對? 好 沒有關係 他沒有講我們頭部來講 好嗎? 所以呢 這個 這個統計熱物 一開始的時候呢 我們是可以用在什麼地方 用在所謂這個浮射 浮射能 那另外浮射能 也可以用在這個 一般材料來說 應該都很好用 其實浮射能 它也要做這種感激分部 那最有名的例子呢 就是說我們在以前觀察到 所謂熱的物體呢 它可以透過輻射方式去損失能量 所以你看東西很熱 它距離很明顯 為什麼你感覺到它熱 不一定是完全是什麼 是它把這個熱 熱的透過輻射到你身上 比如說最有的就是 有時候你們看那個 不是有那種紅外線造肚肌嗎? 紅外線就是造你的肌肉有沒有 讓你這個肌肉鬆弛啊 或者是復健啊 肌肉會造成紅外線 不是的話要更高一點 它用的方法呢 就是把浮射能 浮射能用來做這個 夾熱 做夾熱 那同樣的 我也可以透過這個 電磁波的放射 就是我的這個能量 可以進行浮射 浮射的一個下概念 所以說呢 這個能量流的分部 也就是說能量流在不同 整個波長這個領域 波長的這個範圍之內 它怎麼樣去分佈 其實呢 在過去的觀察 有發現它指跟指有關 指跟溫度有關 跟你指和物質有關 所以這句話很重要 因為這句話會影響到 這個黑底圖色研究 它到底能不能用 你可以先來看 雖然你們沒有 正式的學過 但是至少知道 東西有黑底圖色 有黑底圖色的東西嗎 對不對 所以想到 黑底圖色有什麼用啊 對不對 黑底圖色 黑底圖色的理論啊 它使不使用啊 不使用的話也沒有 黑底圖色啊 對不對 連這些純粹科學的人 幫被國家的錢 被國家的幫助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來看看 黑底圖色 怎麼來用 怎麼去應用這件事情 好 所以我們就換一個黑型 很黑的啊 好 所以我們就來想像一件事情 就是說 今天 今天 我們的 這 有一個系統 長出的樣子 那這個 這些系統 假設是處在 所謂的電磁輻射的熱感 比如說 我放出去的輻射 跟我收進來的輻射 是一樣多年的情況 那這種輻射呢 我就把它當作 為什麼把它當作 因為我把它當作 所謂的光子氣體 那氣體是一種形容詞 氣體就是 假設我的顆粒之間 它 是一個隨機的 亂動的 隨機運動的一個 一個東西 然後呢 它是比較 沒有交互作用力的 所以我們就稱之為 光子氣體 就跟我們講這個 配品氣 自由配品電子氣 也是一樣的意思 好 那這些輻射 這當然是光子氣體 那輻射 為什麼把它當作 一顆顆的光子啊 你只要把 你今天得到的輻射 除上H-Mu 前面那個係數 就是你現在 你會請喝光子 對 那些意思嗎 所以譬如說 因為我們一的H-Mu 一的H-Mu 對不對 所以我今天手上 光照在我手上 光照在我手上的能量 假設 假設 它就不像這樣子 這個是能量 對不對 所以我某個頻率 譬如說這個像U-1 對不對 它真的要有 假設我這個總能量 是5個H-Mu 所以我表示說 我這個波段 我就有5顆光子 5顆光子 它的頻率為 頻率為 頻率為 U-1 好像U-1 這個光子 然後呢 這邊可能叫U-2 它可能是 三個H-Mu 它的量 1-2 1 所以呢 我就有3顆 光子 它 它的頻率為 U-1 所以 你手要有高幾顆光子 你可以這樣去算它 好 6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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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考光練熟的時候 有時候會算到 問這個問題喔 問你這個 照度 這個平方公尺下 假設我的光 或是上什麼 請問有多少個光子 齁 齁 所以會算吧 不要知道 不要這個讀完不唱 到底怎麼算啊 一顆到底有幾顆 對不對 齁 所以呢 這樣一顆的話 沒有那麼複補 就可以知道說 這些光 是不是就跟 氣體的分布很像 對不對 對不對 是不是 他這個就應該要遵守相對應的 統計分布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稱之為他來光之氣 齁 好 要什麼叫黑體呢 你們 黑體不然沒有學過 但你們有沒有聽過黑體 什麼叫黑體 我們一個 理想黑體應該是怎樣 只進不出 啊 只進不出 啊 只進不出 是這樣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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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想黑體你們在實驗上 我沒有做啦齁 但是你們聽過 理想黑體的實驗上 是怎麼去加成這個東西 你問一下 黑體 黑體 我們知道 今天是這樣的一個球 對不對 換一顆球 OK 這樣一顆球 開得很小 很小 一個洞 很小 一個洞 假設這邊不是有一個光 只這樣飛進去了 對不對 這個黑體 它的溫度是固定的 整顆的溫度是很具體的 對不對 我的光 只從這個小洞 飛進去 對不對 就百分之來被揭搜 對不對 或者是光從那裡飛出來 就百分之來被放射 對不對 那黑體質是哪一部分 好 有時候牆壁還有呢 可能是什麼部分 哪裡是黑 圈圈裡面 圈圈裡面 圈圈裡面都是黑體 黑體 怎樣 哪個地方 蛤 那個洞 對 這個洞 在整個地下裡頭 這個洞 對光是百分之來吸收 或者百分之來發射 所以這個洞才是黑體 不是這個 這個是黑體 不要弄錯了 這個洞才是黑體 這樣可以理解嗎 因為這個洞才是百分之來吸收 百分之來放射 光進去這裡頭 這裡頭是 它可以放射 也可以吸收 可是它隨時都是一個什麼 動態的一個狀況 所以說平均是不變的 對不對 所以 定義上的黑體質是個洞 不是這整顆球 這樣瞭解嗎 它才有百分之來吸收 百分之來放射的形象 好 所以如果講它 這個球 一個球 一個球就是db 然後溫度是平衡 所以是一個常速T 那這個東西現在要跟外面去做絕緣 所以外面的光 很多很好 可以感染 百分之來的感染 那在這裡頭的溫度 或是內能呢 就是一個u 就是一個u 所以它是一個固定系統 固定系統 好 所以在這個裡面呢 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我今天可能在裡頭會發射出一個光子 說我們今天會發出一個光子 那 它也可能發射的光子被人家給吸收掉 所以呢 它有時候發很多光子被人家吸收掉 所以在隨時隨地 我的這個總光子輸入 它不是守門的 它可能發出被吸收 或者說發出在途中 還沒被吸收 所以在這裡頭 總光子輸入不守門 也就是說我們sigma nj 這個式子是不能用的 這個式子不能用的 可是它要存在那個平衡啊 對不對 就代表什麼意思 第二個意思 第二個意思 我們尋過跟n有關的一個potential是什麼 跟n有關的potential是什麼 很多種potential 對不對 什麼東西跟n 跟例子數有關 chemical potential 對不對 chemical potential 好 在這種情況下 你如果不守門 假設你chemical很有不為零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 裡頭營量就會被那不斷的站落 對不對 所以在這裡頭 chemical potential必須是為零 這是第一個 那chemical potential必須為零 但是你身上不安排哪一 對不對 好 好 是第一個 第二個 因為呢 這個光子氣體啊 它是之前唯一的 佛射子 它必須遵守 Post-I-C-T-N的統計 所以呢 我們的 這個 這個 這個講說 這個光子呢 它有量子態 就可以選什麼 Post-I-T-N統計 是什麼 我的MJ 就是 Exponential-EJ-UG-KD-1 對不對 剛剛我們說 U零零嘛 所以我整個的 MJ 也就是說 我在DJ的 能接裡頭 我的光子數目 會長成 Exponential-EJ-UG-1 那 這是它 尊重的 這個 Post-I-C-T-N統計 那 假設是連續的話 我們就 Post-I-C-T-N的 余 這個式子 好 到這裡為止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好 這個萬金額 會比較有精神一點 有人插萬金額 是不是 還是百花油 對不對 味道 還蠻 我們現在 回來想想看 我們的 光子能量 怎麼寫 光子能量 e0 üh f 我們可以看到前頁 我們的f 是關於跟能量有關的 現在呢 1 可以寫 HNU 假設我們把 HNU 導格才會管他的話 我的f NU 就可以寫 NU GNU 然後他可能一樣是 HNU 除以天經濟的之一 就把 if 換成 HNU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從量子統計知道 什麼叫 GNU.NU 是不是我們今天討論的這個減 HNU 或這個 GNU 的數目 是介於 NU 到電量體力之間的 總共的 HNU 的數目 對不對 特別的 NU 的情況下 這一圈裡頭 我的 HNU 總量的態度有多少 那這個東西呢 這個東西 我們在16上講生殖器品的時候 就已經有答案了 就已經算過了 所以這個東西等一下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生殖器 用的統計分布拿來用 這是第二個 好 第三個 對於控制器來說 我們會有兩種的偏正態 因為有兩種偏正態 跟前面的生殖就不一樣 生殖 生殖 比沒有這兩種光澤 光澤這兩種偏正態 怎麼樣偏正態呢 假設往前進的時候 我的電磁波 一個碼就是水瓶編正 對不對 一個碼就是水瓶編正 那電磁波它沒有這種波嘛 對不對 現在只有水瓶跟垂直 所以只有兩種 兩種偏正 那因此呢 我們的光澤 它可能是 這種或是這種 兩個都有可能 因此呢 我們要把前面的這個 生殖的這個 GNU GNU給NU 反寫的西塞高 四拍V 然後NU0給NU 就要變成多少 乘二 對不對 乘二 順便的西塞高 八拍V NU0給NU 那這一頭呢 跟前面不一樣 是C 前面是生殖的生素 這裡呢 就是光子的光素 這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這樣有沒有問題 這個是前面的生殖 可以拿出來的 如果忘記前面 可以帶到前面的生殖 這個是什麼東西 好 所以呢 我們最終要算的是什麼 要算的是我選的能量 能量 借於NU到底NU之間的 這個值 所以 U NU NU 要怎麼寫 是不是 但是 我的個數 對 NU0.NU乘上 那個NU 對應到的能量 把它全部加起來 就是什麼 NU0.NU 但是NU0.NU呢 其實是GNU乘上FNU 不要忘記 想說這怎麼來的 不要忘記把它移過去 其實N 除以G就是F 對不對 我們只把它一下過來 所以NU0.NU 其實是GNU乘上FNU 那這個沒這個 我把它放進去 就可以得到 我的 UNU0.NU GNU FNU 乘上HNU0.NU 好 到這邊過一次有什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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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問題 好 那時候我們可以把剛剛的GNU 戴進去 GNU是什麼 C三張八拍 就是NU0.NU 那FNU 前面我們講過 它的統計分部是什麼 1 1 除上HNU 所以你可以解決 1 把它全部戴進去 有就可以得到 U NU.NU 就可以寫 C三張八拍 HNU 除以 16 HNU 這個 這東西就看過了吧 你看過啊 有 Henry 浮色的橫量公司 你看 就這個嗎 對不對 就是這個東西啊 他底部拿掉就是Henry 這個公司啊 對不對 好 這就是普朗特 他的浮色的方程式 有問題 你看 前面辛苦了很久對不對 現在全部都來 抽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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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個得出來了 有問題 好 當然呢 先這個獅子 可能大家不太熟悉 為什麼 大家對光的平衡 比較有改變 可是對隔場 是比較有改變 對不對 我們說紅光 紅光大概600對不對 玉光大概400對不對 那你跟他說你現在光是十的十四張特質 這什麼光 有點搶不起來對不對 要算一下三乘以十的八十張 所以我們不太喜歡用地圖 我們喜歡用波長 拿什麼問題 這麼興奮 拿什麼問題 好我們比較喜歡的是 這個是這個 這個公式是能量對於頻率的 我們需要把它換成波長 所以我們可以做個換算 所以我的NU-DINU 就可以變成U爛档的爛档 那不要說DINU NU是什麼 C主義爛档對不對 所以DINU等於C主義爛档 就等於C爛档是爛档 就選這樣一個形式 那把它帶到剛剛的公式裡頭 這個不用我再帶吧 帶進去去做計算 剛剛說是這個第一發 你可以看到 我們把這個第五三發 變成C三方賴打三方對不對 頂六呢 變成C除以賴打五方 所以這個A發 這個三發 所以變成什麼 賴打四方 然後呢 前面多一個C對不對 這C三方 這邊呢 C四方 所以這裡就剩下一個C 那其他這個HNu 就只改成HC除以賴打 那這樣子呢 整個 以Nu為單位 就變成E彈打的單位 那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畫圖 畫U 就是你能量對 彈打圖就會長成這個樣子 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 可以嗎 黑衣服的指導就出來 很簡單 當你的內功強的時候 只要湊一湊 就出來 對不對 就跟EBiModel S2Model 也是前面湊一湊就出來 這樣子 好 那既然得出這個東西之後呢 其實 這科目就不太對啦 因為廣告公司 1900年出來了 1900年 它其實是1901年才出來的 所以 課本其實說 這兩個公司 以前你們的課本我會教 我不知道你們的課本有沒有教 說 一開始先講這個一個紫外崩潰對不對 好 還要講一個這個 他在高 這個 高頻的時候不能描述嘛 對不對 好 那這兩個公司才俱成法樂公司 其實這說法是不對的 因為廣告公司最先出來 是當時 不像現在 Google 有這個 呃 這個 一些網站 他可以錄下去看 對不對 當時要操作會不知道怎麼操嗎 對不對 我找到那個照 所以他發現一個病毒 我們不一定知道 如果他發表任何文網站 我只會英文 大家都看不懂 我也不知道 所以呢 在這個 這個 這個 廣告公司 廣告公司 先出來的 大家還有一些經驗公司 是什麼呢 有些經驗公司 比如說 我們這有一個斯特蘭波斯曼定律 他是證明一些四方的 大家會講 然後呢 還有呢 前面也沒有一個 就是近視公司 那我先講這個能量 能量公司 斯特蘭波斯曼公司 斯特蘭波斯曼定律 好 那這些經驗公司 第一個 斯特蘭波斯曼定律 他講什麼 他就說 你整個輻射能量 他是正乎溫度的四次方 那怎麼能速的東西呢 很簡單 其實就把它 積分一下就知道了 為什麼 因為你的 U Nu 或者是U Line 是指 某一個特定的波長 或某一個特定的頻率的 能量值嘛 對不對 你把整個積分 是不是就等於他的總能量 那斯特蘭波斯曼定律 在講的是什麼 你的總輻射能量 正乎七次方 是不是一定要 勢必要把它積分嘛 對不對 全部積起來才知道他長什麼樣子嘛 齁 好 所以我們去積分啊 所以我們這個總能量 U除以B 這邊是能8x190 0 G2 5 大數比爛打 把它把它積起來 那 這個東西的積分 這個東西的積分 假設我們X 是HC 除以爛打KD 的話 這加到X 那大家前面要做不太換 就 因為前面就是爛打 對不對 是這個東西的什麼 導數的X 它也會西數嘛 齁 所以把它整理一下 齁 這比爛打也是一樣 比X等於什麼 好 負的爛打0 爛打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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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長HC除以KT嘛 對不對 所以呢整理一下 之後再講這個形式 齁 這個東西的積分 前面有翻過一次 嗯 怎麼講 15分之派四方 有沒有記一下 在算禮拜天的積的時候 上體溫度 有沒有 溫度很小 表示我的上體 禮拜天的不虛無窮大 那積分是15分之派四方 齁 好 所以呢 這整個機起來就告訴你什麼 U除以B是AT48 其實都是常數 齁 齁 那這裡頭呢 A值呢 是7.5530的負數 齁 齁 7.5530 所以是很有用 你知道嗎 這個東西非常非常有用 齁 齁 你要知道 一個東西 它的總圖色能量 齁 這個東西 等一下再加上 那個 另外一個位影定律的話 在天文群裡面 非常非常重要 為什麼 你怎麼知道臉方的星星 它溫度是多少 看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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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那你怎麼知道 它總圖色能量是多少 算出來的 怎麼算出來 圖色能量 就是靠這幾個命運算出來 你們心理上會有 心理上會有 所以 黑群色的發展 你不要以為 它 就是一個理論 它跟你的 尤其是有關 還有跟你們 日常醫院看病也有關 為什麼 你們要來看 好 我先把這個講完 所以我們說 我們這個 紅色在空腔裡頭 空腔胡色在裡頭 它連續的被吸收放射 那 那我們可以知道的是說 這些被吸收放射出來的光子 你可以想像它是一包東西 在單位級內有一包能量 這樣可以丟出來 光子其實就是能量包 只是能量包 它裡頭跟內有不一樣 對不對 你抽卡 你會抽到一些比較賽的 對不對 一樣的意思 它能量包有好的有不好的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能量包 剛過來丟過去 它速度是有風速在移動 風速在移動 那我們討論就是這裡 有一個認可的現象 好 那你講到這個 栗子這樣子 跑來跑去 一包那邊跑去 你就想到 欸我可以實際上 上過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你說 我們有所謂栗子油 或是能量油 這件事情 對不對 當你這個栗子在這個空腔裡 有這樣到處亂跑的時候 我們之前在測栗子 我們有考慮 一個栗子油 比如說這樣子 一個栗子樹這樣過來 對不對 它裡頭栗子 它可能有人這樣跑 有人這樣跑 有人這樣路過 對不對 好 那我們最後做統計平均之後 考慮這個方向之後 我們得到我栗子油 長什麼樣子 是不是四分之V的N 對不對 我的Fy 我們最後考慮的栗子油 我們掰 還有什麼 四分之V 然後呢 這樣子嘛 對不對 栗子的密度 跟你的什麼 速度嘛 有關嘛 四分之一嘛 好 所以呢 相同的 我們的光子也是一樣 喔 我的光子的能量流 可以寫的什麼 4C分之U 數以V 這個N是什麼 這個本來是什麼 栗子的密度嘛 現在講的什麼 能量的密度嘛 對不對 是一樣的東西 一樣的意義啦 所以就可以得到一個什麼 我的這個栗子流 或是能量流 1 就可以寫成Sigma T的4次方 那這個Sigma呢 把前面算出來的 真係數9塊放進去 就可以得到5.67 這樣10了 5.8次方 除以比平常 除以K4方 這是著名的5.678定律 看到 5.678 齁 可是每次考試的時候 大家會進去8.51的話 算起來就會 一振100 就差了16.58 齁 齁 好計算好計啦 56.78對不對 可是呢 一望去8是5.8 不是真8喔 齁 這樣有年5.678定律 這樣了解嗎 齁 統計物理這個物理常常有些奇怪的 從62的定律對不對 Ana Jones吧 我們在講那個 那個環德華麗的時候 就是62定律對不對 在這裡頭 叫做5.678定律 齁 來 這樣有多問題 好 所以我們一個東西的這個 能量的發射 到底發射多少能量 你可以由它的溫度 乘上這個東西 你就知道你的能量流 是多少 對不對 所以 遠方一個星體 它能夠放射出多少能量 關乎於它可以活多久嗎 齁 齁 大家可能也知道 它的顏色倒是有溫度嗎 對不對 那 假設星球理論上都是個理想黑體的話 你是不是可以算出這個星球 它的什麼 總輻射能量是多少嗎 這樣了解嗎 齁 所以 這個科外小說就會喜歡拿這個東西 啊 你一個文明能夠使用的能量 決定於你文明的等級到什麼程度嗎 對不對 齁 這我之前有稍微聽過吧 有沒有 一個文明 它 最厲害的文明 它能夠百分之百去應用它 所屬的這個星系 這個 比如說我們初級的文明 第一級的文明 它可以應用 是應用的 整個太陽 它從浮測 說浮測浮測 怎麼樣 可以百分之百被我應用 這是所謂第一級